Omakase 厨师法办 没有菜单,所以不会知道今天会吃到什么材料 所以每一次Omakase都是一次充满味资 甚至是惊喜的蝎沾之类 与日本的茶道同理 除了品味味道之外 还可以近距离欣赏师傅的技巧 留意每一个装环的细节 器皿、摆盘等 达到嗅觉味觉的享受之外 还可以满足视觉和听觉 近几年Omakase越来越普及 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去不了日本 澳网也有几间日本料理店 专提供Omakase 今天带大家前身是皇冠酒店 现在是宜居 吃前身是金版 现在是今月的日本餐 先去一次旅行 今月的Omakase有两个选择 分别是Yuki雪980元 和Hana花1680元一位 我们当日选择Yuki雪 一上的开胃前菜 是来自于沖繩的海韵 爽脆味酸之外 还带点点自酥的香味 然后是第一件寿司 碟鱼 当时未有这波疫情 餐厅有准备湿筋 擦擦手 直接用手拿起 寿司放后便可以了 这个也是正式的寿司吃法 第二件是金木雕 在这里提醒大家 所有寿司师傅 已经将芥末放在中间 亦都拆了酱油 所以到我们手上 不用压外再点油 当然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在Omakase中 随时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 例如想少些芥末 少些饭之类 师傅都可以相认做一些微调 有点用的 深海池乳 是以日本的稻草煙熏过 所以是 Athletic 和就费的很浓郁 烟鱼 魷魚 這裏不是平常見到整塊上的 而是已經切成絲 再膠疊而成 所以暗度已經減至最低 而且有濃濃的調味也不錯 筆記貝 這是新鮮筆記貝 一點都不韌,而是爽彈的 我們本身已經很喜歡吃新鮮筆記貝 但在今月吃的這次 水準反而不太多 有一點點腥 白蝦 別看這裏一小片 它其實已經有十幾二十幾隻 來自日本富山養的白蝦仔製成 特別,但吃起來不太出色 赤身 中腹 大腹 小肌 青魚鴨壽司 這裏出乎意料好吃 很鮮甜 調味比傳統的青魚更出色 可以說是整餐最好的一道 南文魚子壽司飯 海膽軍艦 海膽軍艦 星萬壽司 這裏也叫月子 月子 一向我們都不會覺得比萬魚好幾多 這裏也未有驚喜 新香卷 其實也不太肯定 這是不是新香卷 因為當時沒有介紹 我們也忘了確認 裡面吃起來是織過的 蘿蔔乾和芝麻 都挺香的 味噌湯 肉質 肉質 非常滑 感覺到中間有流心 最後是靜光麥瓜 今次阿媽加西總體的感覺 是偏失望一點的 幸好之前幾乎每次吃阿媽加西 都會有幾次 嗯天啊 好好吃的衝擊 但今次除了青魚壽司之外 幾乎沒有另外一道有接近這個效果 就算是比較高級的海膽 阿媽多羅亞都是不果實的水準 說很差又不至於 但失望一定會 始終曾經被稱為澳門第一的金白禍 是會有期待的 但這次的阿媽加西水準 可能三甲都會變成不了 同樣吸收的價錢 服務環境和味道 都會有其他的選擇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分享內容 請你們訂閱和按LIKE 拜拜 請問一下 明天 的